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OPPO存储技术组的胡瑶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云延伸存储COOPFS助力AI加速 我将会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进行分享 首先是COOPFS的一个基本介绍 然后是在这种大模型应用的 存储的一个需求和挑战 第三部分我会介绍 COOPFS在OPPO的一个大模型存储的实践 以及COOPFS未来的一个规划 COOPFS是一个新一代的 一个云延伸开源的存储产品 它托管于CNCF 目前是处于孵化阶段 也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我们在今年已经提交了毕业申请 也在和CNCF的TOC成员一起来推动 COOPFS的毕业 它是国内首个具备完整的文件存储 和对象存储能力的系统 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也提供了 COOPFS的一个代码解读 以及它的一个应用实践 大家可以去官网上查看 这里我们讲一下 COOPFS的一个发展历史 它是在2019年的3月开源的 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成为了这个CNCF的杀香项目 在2022年的7月 我们成为了它的一个孵化 进入到孵化阶段 然后在今年的8月 我们提交了毕业申请 在整个2023年 我们对COOPFS做了大量的一个 优化和改进 以及功能的一个加强 包括它的一个审计日志 目录配额 以及这个Porsix接口的原子性等方面 以及通过我们在 线网环境的这个 大规模的运营经验 我们也对整个COOPFS产品的 稳定性做了很多的一个优化 以便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COOPFS的这个整体架构 首先是像左上方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 多协议客户端 客户端支持这种 基于Fuse的一个文件系统挂载 同时它的Object Node 能够支持S3接口 同时我们也能支持 Hadoop的一个HDFS架包 然后第二部分 是它的一个资源管理纸系统 我们也叫Master Master是维护整个集群的 这个数据节点和 原数据节点的心跳 以及它的一个容量信息 同时Master 纸系统也会维护整个集群的 一个拓扑结构 以及它的券信息和数据分片 和原数据分片 Master是由多个节点组成 通过Rov的协议来保证 它的强抑制以及高可用 第三部分是它的这个 左下方这一块 是它的一个原数据纸系统 原数据纸系统是采用节点到分片 再到文件的这个 Inode的Dentrate的方式来管理 右边的话 右下方是它的一个数据纸系统 数据纸系统包括了 它的多夫本引擎和它的 93码引擎 我们再来看一下 CubeFS的一些关键特性 第一是它的这个 多协议的客户端支持 并且它能做到 不同协议间的一个数据互通 也就是说我通过对象存储 把数据写下来 能够以文件挂载的方式去读取 以及它的一个多引擎 刚刚也讲到它的数据纸系统 是由多夫本和93码两种引擎 第三是它的一个多住户管理 这里要说到就是 有一个卷的概念 卷在文件存储上 一个卷是对应一个文件系统 在对象存储场景的话 一个卷则是对应它的一个桶 通过我们在创建卷的时候 要指定它的一个住户ID 这样一个住户能够管理多个卷 我们通过卷的一个隔离性 数据和原数据的一个隔离性 来保证了这个住户间的一个隔离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高扩展性 高扩展性的话表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节点和原数据节点都可以进行水平的扩展 并且通过增加节点能够线性地提升我们的一个IoPS和它的一个吞吐能力 还有它的一个这个多级缓存 我们提供了两级缓存 其中L1Cash是在客户端本地的一个本地盘和它的一个内存 L2Cash则是通过这种SSD的多副本券来加速它的一个纠三码冷卷 还有它的这个高性能 高性能主要表现在 首先我们的原数据是采用全缓存的形式 也就是说你去读取原数据的时候 是不需要从此盘读取的 所以它的一个食言会非常低 同时前面也讲到这种多级缓存的方式 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性能 还有我们在对大文件和小文件 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存储 这种也提升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存储集群的性能 最后是它的一个云原生特性 我们通过CSI能够很方便地在K8S上部署我们的CubeFS集群 下面我们来重点讲一下这几个特性 多协议客户端 多协议客户端前面也说过了 就是我们支持S3 POSIX接口以及HDFS 内部我们是通过一套统一的这个SDK 来共享它的数据和原数据 这样就能做到只需要一份数据能够再提供给多个应用来使用 避免了它数据的一个重复利用 同时我们在这种数据混 就是混合应用的一个数据存储上 我们通过它的一个租户级的QS来保证了不同应用之间的它的一个IoPS和带宽能够最大化利用 通过上面的这些设计的话使得我们数据能够在整个客户端能够更高效的以及生态互通的方式进行共享和存储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原数据指系统 原数据指系统也是整个CubeFS的最核心的设计 像一般的这个文件系统的原数据组织方式都是采用静态指数 像HDFS以及SafeFS的这种组备模式 静态指数存在的问题就是它存在这种单点的一个瓶颈 在文件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比如达到了一个比方10亿到20亿的一个规模 它的一个原数据就会系统就会成为整个集群的一个瓶颈 导致它的一个访问性能下降 所以说在设计整个原数据指系统的关键 就是我们怎么均匀的把文件的原数据打散在不同的这个原数据节点上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CubeFS是怎么来实现的 右边这个图的话是整个CubeFS的一个原数据组织方式 它是通过原数据节点以及原数据分片和文件的inode的dentrate 这种三层的一个管理模式 原数据分片我们在创建原数据分片的时候 会较均匀的打散到不同的节点上 同时我们在client在创建文件的时候 会去创建inode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以一种轮循的方式 保证整个不同文件的原数据是落在不同的分片上 这样的话在每个原数据分片上的文件inode是相对均匀的 同时在所有的节点上 它的那个原数据分片也是相对均匀的 所以整个集群的这个inode则是相对会比较均匀 同时我们在扩龙的时候 在扩龙一个原数据节点的时候 我们会新创建的这个原数据分片也会被分配到这个新的原数据节点上 这样保证它扩龙以后的一个数据的性能的一个线性增长 第二点的话是它的一个强一致 每个原数据分片我们都会维护一个RAFT的实力 当文件被创建或者修改的时候 也就是它原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这个RAFT的协议来保证它的一个高可用和强一致 在可靠性方面 原数据分片的数据我们是采用这种快照加RAFT日制的方式 来进行本地化存储 这样当一个节点发生故障进行恢复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去加载它的一个快照 然后再去重做它的一个RAFT日制 这样就可以恢复整个全量的一个原数据了 在高性能方面每个这个原数据分片 它都会维护一个InodeTree和它的一个DentureTree 并且InodeTree和DentureTree都是以全内存的这种方式来保持的 每个Denture的话它会对应一个父母录的ID 以及它的一个文件名 通过这两个我们能够索引到它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目录便利优化的时候 我们的思路是将这个文件的Denture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它的Inode是均匀地打伸在不同节点上 但是呢Denture的话 我们是会保存在它的一个父母录Inode所在的这个分片上 这样我们去做这个目录便利的时候 就只需要发起一次请求到它的这个父母录Inode的分片 就可以拿到完整的这个目录下的这个文件信息 而不用去便利整个集群 通过以上的这些设计的话 保证了我们整个原数据指系统的一个可扩展 以及它的强一致和它的一个高可靠和高性能 我们再来看看数据指系统 数据指系统的话是包括多副本引擎和揪砂码引擎 这里是多副本引擎的话 它又包含了多种协议 顺序写我们使用的是这种主重复制协议 主重复制协议的好处是 它的副本只需要写 所以它每个副本都只需要写一次 避免了这个double write的这个问题 这种在这种大文件连续写的场景的话 它的整个吞吐是非常高的 在修改写的场景下 我们是使用的RAFT协议 通过RAFT的这个高可用 以及强一致来保证了这个修改写的 修改写能够成功 在整个这个数据的一个组织方面 也是采用三层的方式 数据节点数据分片和它的这个extend extend的话其实就是对应一个数据节点 本地磁盘的一个文件 extend也分两种类型 有normal extend和这个tina extend 这里的话对于大文件的话 我们是会拆分成多个normal extend 每个normal extend的最大大小是128兆 然后通过拆分到不同的这个分片 打散在不同的节点上来保证了我们 这个大文件的一个并发读写能力 同时在小文件方面呢 我们会将这个多个小文件 以append的方式 就是追加写的方式 写到这个tina extend上 并且把我们在这个tina extend上的 一个偏移和大小会记录在 小文件的这个inode的原数据中 通过这种小文件的聚合方式的话 能够有效地减少整个数据节点上的文件数量 来提升它的数据的一个利用率 最后再讲讲我们这个小文件 它的一个回收机制 小文件的回收是利用了这个 本地文件系统的一个打动机制 通过打动的这种方式的话 既能够回收小文件的这个空间 同时也不会影响 其他小文件的一个位置信息 下面是那个数据指系统的这个 纠塞码引擎 我们的这个纠塞码引擎 能够提供高可靠 能够提供高可靠低成本的一个 在线EC服务 它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一个是它的一个接入层 接入层的话是负责 数据的一个分片 以及它的一个计算的计算 同时在这个接入层 我们对小文件也做了优化 小文件的不会像 不会被打散到多个分片里 尽量是保存在一个分片中 这样对于小文件的读取的话 只需要一次请求就够了 同时我们在这一层 实现了它的一个curing机制 确保了一个条带中 部分的一个分片 可能由于节点故障 导致无法读取 但是整个的条带 仍然能够正常的一个读写操作 这样的话对整个系统的一个 可用性方面是比较好的 第二部分的话 是它的一个资源管理和调度系统 这里首先是它的一个原数据中心 原数据中心负责它的一个 空间分配和资源管理 并且也是通过RAFT来保证 它的一个高可用和强一致 那这个后台调度模块的话 则负责整个集群的一个数据 均匀分布以及它的一个故障 治愈和它的一个巡检工作 第三部分是它的一个存储词 存储词 存储词的话是底层会存储 不同的这个truck文件 我们会把上层的一个文件 会映射到底层truck的一个一部分中 并且通过它的一个单击的logsdb 来维护上层文件到底层truck的 一个映射关系 同时在这个存储词上 我们也做了很多这种可靠性的一个设计 包括它的一个本地CRC的校验 以及它的一个数据恢复 和它的一个巡检功能 我们再来看看它 看看这个EC 纠砂码引擎的这个多AJ设计 我们提供了多种AC的一个配置 给用户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 应用场景的一个实际需求 来进行灵活的选择 包括单AJ 两AJ和三AJ 这样当某个可用域发生故障的时候 数据不但不会丢失 而且能够正常的一个提供 读写的访问能力 同时我们也支持多种编码模式 像这个RS和它的LRC 以及它的一个数据块 和校验块的一个配比 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 去灵活的使用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大模型应用场景下的存储的一个需求和挑战 我们都知道现在那个大模型应用已经是当前的一个热点 而且在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一个效率 我们可以 我现在从这几个从整个大模型全链路的一个拆分来看看 它对于存储的一个需求和需求 首先是原始数据的一个存储和处理阶段 这个时候它要求我们的存储系统能够具备大容量 同时具备一定的这个扩展性 而且我们的这个原始数据可能来自不同的这个上层应用 所以也对我们存储系统要求 它能够做到这种多引擎的支持 以及它的一个数据的生态互通 在这个模型训练阶段 因为模型训练阶段的话 在大模型场景下 它的一个对算力要求非常高 以及它的一个训练周期的话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这个中间的一些checkpoint 来存储它的一些中间态的信息 这样的话当整个训练如果发生中断的时候 就不用去重新开始了 所以它也需要我们存储系统的一个读写能力 就是整个的一个读写性能要求比较高 对它需要有像低食言以及它的一个高吞吐 在第三块在这个在线推理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文件去分发到不同的应用上 这样也对我们存储系统需要能够支持这种高并发的 高并发以及高吞吐的一个读写能力 来保证它的一个分发的效率 中上所述的话 整个大模型的一个训练 对我们存储的要求的话 有以下几点吧 一个是它的一个大规模和可扩展性 第二是它的一个生态互通 第三点的话是整个这个高性能 包括它的一个低食言和它的高吞吐 以及由于数据整个的训练周期场 对存储的这个稳定性也有较高的要求 最后只是我们希望既能够提供一定 就是较高的性能的同时 也能够以一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根据这些存储需求 我们也总结了它的一个挑战 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如何做到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流通 以及在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如何加快它的一个文件的这个访问性能 以及在训练过程中 它的中间态的一个checkpoint 我们怎么高效地去把它保存下来 还有在整个的这个全链路的流程中 如何维持一个稳定的存储系统 并且保持它的一个高并发 最后则是我们既能够保证一定的性能的同时 同时能够给出一个低成本 以及数据不会丢失 第三部分的话 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CubeFS在OPPO的AI存储的一些实践 在OPPO的话 AI存储的整个眼镜过程 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使用的CFFS存储 第二阶段使用的是CFFS和CubeFS混存的方式 第三阶段则是使用CubeFS统一存储 在第四阶段我们采用的是 CubeFS加多极缓存的策略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 因为使用 因为CFFS它的一个 这种主存模式的话 MDA主存模式的话 前面也说过它是静态指数 所以当文件数量达到 10亿到20亿级别的时候 整个的一个集群的一个存储性能 就会比较差 这就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训练周期被拉长 同时它的一个 在这种某个数据级 可能文件数量非常多 就是大目录的这种场景下 在我们再去做目录便利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个 原数据服务的一个OOM 如果服务的OOM的话 则会导致整个集群对外不可用 所以它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差的 这个时候我们想到的一个解决策略 就是说把一个较大的 CFFS集群拆分成多个小集群 拆分成多个小集群后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它的稳定性是变好了 但是多个小集群的话 它的一个存储的一个使用率是比较低的 同时集群数量过多的情况下 对于SRE的一个运维负担也是相当重的 第三点的话就是在这种大模型的场景下 单个小集群可能不能满足 大模型的一个训练要求 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将 CFFS灰度上线来作为一个 新的一个存储解决方案 在第三阶段的话 CFFS的一个可扩展性 以及它的一个高性能稳定性 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并且满足了我们AI存储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第三阶段 我们就采用CFFS作为 整个AI平台的一个统一存储 但在这个时候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就是在这种混合云的场景下 首先我们在私有云的话 是会是已经提供了一个 相对稳定的一个GPU算力 但是在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 我们也会去采用公有云的一些算力资源 但是我们发现通过公有云来访问 我们私有云的这个COOPFS 首先它的一个机房的这个网络实验 要达到两毫秒 这会导致它整个的一个训练周期 大概要会提升 会有个两到三倍 比相对私有云的一个训练 所以整个的训练效率是非常低的 主要也是因为它的一个 性能实验较差的一个原因 经过前面三个阶段 我们总结了 就是AI存储的一些痛点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实验敏感性 在这种训练场景下 实验越低的话 它整个训练效率是越高的 实验越高 肯定整个训练周期就会越长 第二是它的这个大目录的一个特性 因为这个训练级的一个不确定性 我们一般一个训练级都会保存在一个目录下面 所以说它的训练级不确定性的话 可能这个目录下的文件数量会非常的多 以及我们要支持 支持训练平台上多个训练级任务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共享的去用到同一个训练级 这样也会造成它的一个热点目录 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在混合音场景下的一个 跨机房访问的一个实验较高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 CubeFS是如何解决以上的几个痛点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就是我们整个原数据是采用权内存的方式 而就是你在访问的时候 是不需要去持盘读取的 所以它的一个原数据访问的实验是非常的低 第二我们的原数据设计 本身就是一个全节点的 所有节点的一个均匀打散 在这种热点目录的场景下 其实它的访问也是打散到多个节点上的 而不会像静态指寸那种 只会所有请求都会发到一个原数据节点上 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个 做了这个就是目录便利的一个优化 保证了所有的这个文件的灯血 是存在它的一个复目录的 iNote的这个节点上面 这样你的请求 你的便利请求就只需要发到 只需要发一次就能拿到全部信息了 通过以上的一些设计的话 整个CubeFS的原数据 单目录的话可以支持到这种千万的一个级别 然后单击群的话可以支持到这种百亿的一个级别 我们再来看一下CubeFS它的一个多级缓存策略 我们提供了两级的一个缓存 LECache是客户端的一个本地盘和内存 本地盘是负责这个数据的缓存 内存则负责原数据的缓存 我们通过LECache会在AI训练的时候 因为AI训练有个特点 它就是对同一批数据集反复的读取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LECache 可以把这个数据集的数据和原数据 都缓存在客户端本地 所以它的整个一个训练效率是非常高 尤其是在这种前面说的这种公有云的痛点上面 因为数据已经在公有云它的客户端本地了 这种跨机房的这种访问频次将会下降 所以整个公有云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性能 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 然后LECache就是下面蓝色的部分 它是一个全局的一个缓存 我们通过这种SSD的多副本卷 来对它整个底层EC冷卷的一个缓存加速 这是我们对比了那个开了缓存加速以后的一个性能收益 可以看到图中这个公有云场景下 它的一个训练效率提升了两到三倍 跟原来相比 在即使和私有云的这个训练比的话 也提升了17%左右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新的一个混合存储方案 在这个新的混合存储方案里 我们会将整个这个存储资源进行抽象 抽象的资源包括公有云的资源 私有云的资源 以及它的一个多副本和EC引擎的资源 同时包括它的 它不同的这个存储介质的一个资源 我们通过一个统一的这个虚拟文件层来 统一管理所有的这个资源 在这个数据智能分层方面 我们是以券的力度来配置 然后在整个数据迁移的过程 是以文件的力度来进行迁移的 我们也给用户提供了一个生命周期管理功能 用户可以自定义它的一个生命周期管理策略 来实现数据的一个链式降冷 同时当请求在这个缓存 在读取数据的时候 如果缓存未命中的话 系统也会异步的将这个数据从冷卷中 迁移到它的一个缓存缓存层上面 最后再来看再来介绍一下 整个CubeFS未来的一些规划 首先是在在应用方面的话 我们会在那个手机端进行 CubeFS的一个挂载 来解决用户的一个手机端 一个存储容量不足的这个痛点 然后在混合音方面 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多级缓存 同时我们也会做进一步的一个眼镜和优化 以及在这个向量检索方面 我们会对原数据去 原数据只是一种去做重构 来支持它的一个向量数据库 性能方面的话 也是针对整个这个AI AI场景下 我们会做这个数据从GPU到存储的一个直通 来提升它的一个性能 这也要求我们要支持这个内核态的一个客户端 以及RDMA 也通过RDMA我们可以有效的 这个降低CPU的 CPU和数据拷贝的一个开销 再来看一下这个架构优化方面 首先前面说过我们原数据采用的是 这个全缓存的方式 但确实因为在这种百亿级的这个存储上面 内存还是相当昂贵的 这种全部缓存在内存里面的话 成本的要求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也考虑采用部分缓存的方式 加原数据存储在这种单机的存储引擎上 然后以这种缓存的形式提供出来 第二是会将这个多副本引擎跟 揪砂码引擎进行合并 现在是两个独立的一个直系统 第三部分前面说到了 就是它的一个原数据直系统的重构 来支持它的一个向量数据库的一个接口 在应用性方面的话 我们支持了这个Dashboard 2.0 增加了很多可视化的功能 包括部署的可视化和数据迁移的可视化 以及在我们的官网3.0版本 我们会支持这种大模型的问答 用户可以自行去我们官网上去提问 会有AI去做相应的解答 同时我们提供了一个迁移数据链 来负责这个跨级群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迁移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 我们的一个官网以及GitHub地址 还有Slack地址 左边是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到两篇的发文 像有圆码解读的 有这种应用实践的 一般多个厂商像小米啊 还有网易啊 OPPO啊 京东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应用实践的发文 右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微信小助手 它会拉你们到我们的这个运营群里面 在运营群里面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就这样 谢谢大家 你好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看这个CubeFS 它就是你们内部还要做这种EC吗 这些但我理解的是如果是面向运营群的话 其实它后端的那个block device 其实都已经提供了这种附本 或者这种很可靠的这种存储 那在我看起来好像这个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就从架构上来设计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一些性能数据来看一下我们做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 它能达到的一些带宽的 我理解应该主要是带宽的一些要求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我看这个原数据的设计里面 我们用的是多分片嘛 然后里面应该是用KV存储的对吧 目前是没有用KV存储 目前是就是全缓存 是以B数的形式缓存在内存里的 然后但是它因为有多分片就会涉及到 做一些比如说崇米鸣啊这种操作 它其实是本质上需要 一个操作需要涉及多个节点对吧 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分布式事物的一些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了我们今年已经增加了这个 Rename操作的一个Posix接口原子性 通过事物来保证的 OK那正常的比如说你创建一个文件 其实它在这种架构里也涉及到了分布式事物啊 因为你要在一个点上创建一个anode 在另外一个点上再创建一个dentry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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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开了事物的话 它其实对性能是会有一定的障耗的 对啊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即使出现了一些不一致的问题 因为我们经过线网的一些运营发现 确实这种情况也有可能 比方说在client的故障 或者说是网络中断的一些情况下 可能你写完了一个dentry 然后你的这个anode都没写成功 但这种环境这种情况只会有数据残留 不会导致用户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做了这个保证 我们的这个Posix接口的这个原子性 你可以看看它的一个特性 它是可以 它是一个开关 可以对整个卷设置 它的某一个操作 以及所有的操作 但我们建议是把lunaym这个操作打开 因为lunaym一旦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 很有可能它的真的就数据的 数据元素就和那个数据就不一致 会导致你的读写问题 但在其他场景下 目前我们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你可以灵活地打开和关闭都可以 了解 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性能问题的话 我们在官网上是有它的一个性能测试的这个数据的 但是在大模型的这个数据的话 可能现在我们好像还没有提供出来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这个Github上提个issue 我相信会有 我们会很快的去把这部分数据拿出来 好的 好的 谢谢 然后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面向这种云烟生的存储 我不知道就是CubeFS后面会有这种考虑吗 因为我理解 其实这种很多这种功能 可能都在这一层是不需要实现的 是这样的 我们虽然是可以通过CSI 在这个 就是可以在KBIS上部署 但是可能有很多一些其他场景下 我们也就是直接 就是在物理 就是没有经过KBIS来部署的 这种场景 我们也要考虑它的一个 这个多引擎的一个支持 好 谢谢 可以用英文问吗 我英文回答不来 如果我能听懂的话 可以 你可以用中文 问题是 What happens when the node breaks off How do you reconcile the data When is it actually written to disk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可以有人可以帮我问吗 谁能翻译一下 我好像没听懂 好 两句 When is the data written to disk And what happens when the node When a CubaFest node breaks off the cluster 或者你方便 可以通过slack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交流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先提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PyTouch和这个就是加 后面是加这个CubeFS对吧 这个是PyTouch里面就已经有的吗 还是我们需要做一些配置 还是需要再做一些其他工作可以这样用的 前面讲了什么 就是PyTouch 然后后面是接这个CubeFS对吧 这个是PyTouch里面就已经做好的呢 还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配置 还是需要还要再 你是说大数据那种场景吗 还是 就是你前面讲这个AI训练的时候 不是是用PyTouch对吧 然后后面不是直接这个CubeFS 它应该是以本地的目录的挂载的这种方式 就你看到的其实是个本地目录 所以相当于是把这个CubeFS部署好 然后呢 就是也就是说PyTouch对它是 是无感了对吧 对对对 它看到的就是文件目录 对对 就是一个跟本地目录一样的一个目录方式